说到衣服呢,除了可以遮挡、保暖的功效之外呢 它其实也可以在无声地告诉全世界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它可以从视觉上让你即使看上去矮了一些、胖了一些 也可以从线条上让你看上去高一些、瘦一些 Hello,我是男士行上顾问Christine 今天我来和你说说10个即时显瘦的穿搭技巧 第一个技巧,Fit 在我其他的一些文章当中呢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强调过 Right fit是在做整体造型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你可以解决了你这个Fit的问题、合身度的问题 你90%的穿衣问题都可以解决 第二,选择深色的服装 大家都知道浅色的衣服是会显胖的 但是问题是颜色也是有重量的 而黑色呢是在所有的深色的衣服里面是最重的 那重的衣服也会让你看上去显得很沉重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场合里面穿着黑色呢 会显得太过正式、太过压抑 所以选择一些深棕色、深蓝色、碳灰色、深灰色 会是比黑色更加好的一个选择 第三个技巧 避免穿着大面积的图案 例如像我身上的这件整件衣服是有图案的这种叫大面积的图案 图案呢和浅色也是一样的 有这种膨胀的效果会让你看上去更显得胖一些 所以如果你要想显瘦的话呢 就越简约越简单的设计越显瘦 但是你有可能要说了啊 如果一直穿的是很单色的衣服会很单调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一些饰品 或者是选择有一些小细节设计 比如说小的logo啊,小的一些detail 或者脸子啊,袖口啊 会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线条设计的 这个去做一些点缀 第四个穿搭法 在你穿西装上衣外套的时候呢 记住时时刻刻要把这个button 就是你的这个西装的扣要扣起来 特别是你想显瘦的时候 因为西服的设计呢 它是会有腰线的 所以如果当你把这个扣子保持扣上的时候呢 你的腰线马上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看上去也会令你显瘦 但是在穿这个休闲的外套的时候 比如说bomb jacket 运动服 还有一些fuel jacket 这一类的休闲的男士夹克呢 它们一般设计来说都是比较boxy 像一个箱子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保持你的前面的这个衣服是不要系上扭扣 或者是如果是拉链的话呢 你也不用把拉链全部都拉上 你保持这个门径是打开的这个方式 那么从视觉上会有一条纵向的线条 那这个线条是可以让你看上去显瘦的 第五个方法 减少layering 比较时尚的一些穿搭法呢 就是会有很多层次感 很多不同的layering 但是这些layering呢 也是从视觉上会有膨胀的感觉 所以越少layering越显瘦 第六个方法 在穿休闲服饰的时候 比如说T恤啊 Polo shirt啊 或者是休闲的衬衫 我们把这些衣服呢 是放在你的裤子裤头的外面 而不是不是把它塞进裤头里 保持在外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衣服的长度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的这些上衣放在裤子外面的话 太长的时候呢 就会显得你的腿短 变相你的人就会变矮 变矮的时候也会看上去就是会变得胖一些 所以你要想显瘦的话 就是衣服在放在外面的情况下呢 这个长度很重要 基本上不要超过你的这个盆骨骨头的两边的这个位置 OK 第七个穿搭方法 试一试不用皮带 很多时候大家都喜欢用这个有很大logo的很大的这个品牌logo的皮带 或者是很粗犷的有金属头的这个皮带设计 那其实这些设计呢 是从视觉上把你的人一切为二 特别是你有这个 Tummy你的腰部比较大的时候呢 也很容易让人的这个视觉呢 是保留在你这个最不想让别人见到的地方 所以你不如是不用皮带 选择一些无需系皮带的裤子的款式 或者是用这个吊带 男士的吊带 Suspenance来代替 第八个技巧 单色搭配法 也就是你的上衣和下身衣服的颜色 选择同一色系的 或者是深浅度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让他们的这个色差不要太大 尽量避免减少有这个Color Break 色彩断层的情况 OK来到第九个方法 非常简单 很多男士呢 喜欢把零零碎碎的东西 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Pocket里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相的 在你的这个衣服上增加了 这个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layering层 比如说口袋里边东西太多 电话 钥匙 钱包 乱七八糟的都放在口袋里 因为好像不是很愿意拿包包 但是这样呢 就会让你的人会显得有膨胀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 现在呢 就马上把你的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然后去照一下镜子 看看有个前后的对比 看看你是不是 马上的很Magically的就会变相 第十个方法 选择修长线条的鞋子 厚重鞋底的 大头的这种款式的设计的鞋子 整个的重量会聚焦在你的这个 人的最底部 把你的人从上往下拉 变相的让你的人 整个人看上去都会很重 所以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呢 就选择一些修长型的 但是不是尖头的款式 是修长型的款 以上呢 就是十个可以让你立马显瘦的穿搭技巧方法 同时呢 如果你有一个挺拔的震姿 可以让你显得更瘦 更精神 第八个方法 Dance的搭配 Shut up Shut up 感谢观看